我和Rabby谈一谈外围的情况 因为见到美股的气氛在收市之前 突然间转差得很紧要 就是美股的浙子才插进去 其实连日都是急回的 现在道指和标指要计算 和高位比都回落了大约6-7%左右 纳指跌多一点 比高位更加跌了1成2 很多人都说进入了一个技术调整的情况 大家究竟是否在担心 联储局下星期会认识是否会有一个更加鹰派的说法 加息的步伐会如何都很关注 还有现在最新有一个反垄断议案会出台 是否真的在担心这些事情 现在的调整压力究竟会否持续呢 有这个机会 或者这么说 其实调整大家都有一定的预期 只不过是借着这些消息或事件 去触发究竟是要急调 还是慢慢调下来 很明显地就是过去这几天 看到其实整个市场是借着消息 是觉得要回来得比较急一点 当然大方向都是说着加息 其实过去这几个星期 看到很多的无论是处局官员 或者是华尔街行的人 其实出来说到的说法都越来越英 又说一来有些事情夸张到 之前摩通CEO六、七次夸张 甚至有些是维持三、四次也好 但是现在大家都有少少是倾向到 第一次三月加可能加50点 结果整体来说 都觉得比预期是再阴了一点的时间 就更加加快了 你看到借息早前是抽得比较急 虽然昨晚回回一点 但是其实都是落去高位 譬如之前破过这9点的10年的借息 所以就的确触发到美股 是要回得比较快 比较急 还是会再调整 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 虽然以纳资来计算是跌超过一成 可能像你所说的 慢慢的 已经进入调整区 但是如果今次跌了一成二来计算 其实刚好就是比对去年年初那一转 其实去年二三月那一转 美股也曾经因为债息抽高 是有个比较显着小调整的 去年二三月 而当时的纳资 也是正在当时的高位调下来 刚刚一成二 那调到一成二之后 就有些反弹 或者再升回头了 所以我想这一刻的关键就是 譬如短期 如果参考调整的幅度来说 其实纳资这一刻都差不多了 一成二左右 所以要看看能不能够在这些位置 可能站得住 有些站定或者反弹那样东西 如果是的 那我觉得美股暂时有机会 先喘令一些 但如果都不能够有反弹 就是调了这么多 或者和上次幅度差不多都好了 但还是要继续插的时间 那真的要小心一些 我觉得就预计了美股 今年都比较波动一点 其实之前也说过 但是当然 我想是不是会害怕 下星期二色会议会有动作呢 我觉得又不至于是的 因为现在始终大家都算了一条数 就知道应该三月份才收完水 只不过就立刻 可能会有加息 这次会议究竟对息口的说法 有没有更多的启示 究竟应到可能加50点一次 还是怎样呢? 这也有少少要留意着 令美股可否创定几个因素